欢迎美丽达回答一下出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出本说老婆你给我干我这个馅饭来啊 根部有一半的干枯 叶子上面跟开水烫了一样 老叶子也是皱皱巴巴的 下面那个呢 叫木字化 下面这个叫木字化 不是说你这个 干枯明白吗 就变老了 老了都那样好吧 还有呢你说这个上边 老掉叶子 还皱皱巴巴 这个就是水大导致的掉叶 好吧 明白了吗 谢尔兰那个东西 你怎么盖它呢 我上边也跟 哎不记得前 咱刚拍的谢尔兰的养步视频啊 刚拍的你去翻一下出本 谢尔兰说 你看我这个人参容不长叶 都是小疙瘩 你咋不修剪 亲爱的 为什么不修剪 你看你这怎么养的 拎个辣梅似的了 全是花孤独干净 但是不干话啊 我现在不知道你那个吃条 是嗝屁了没有 这种是怎么回事 我跟俩伙说啊 它是一个假切的 大家一定要盖的 你像这种东西 长了就得修剪 盆景玩啊 养这种玩意儿 你又不修剪啊 时间长了 它下面它又不长 根系它有限的 你嘟嘟嘟嘟 光长上面的不完 对吧 有点疼了 我觉得感觉了 你看那个吃条还清 怎么不清 你就讲了 你应该想起了 下个通宝买的鹿角 觉得有腕联 这个找客服去吧 这个从网上买的这个鹿角 觉得老是有腕联 找客服给你理肺一下 怎么 就没什么需要了 你这种老叶子 不可能变好的 你只能说是 等它长了新意儿 好吧 这肯定买来的时候 之前就带着点这种病害 像是我说老师看看这个是咋回事 哪咋回事 这没咋回事 怎么咋回事 球篮更不喜欢强光爆赛 是典型的 你记住球篮 你这个光照 你又记住了 又菜又爱玩 又喜欢又怕赛 明白了吗 给咱们这个评论区很多臭宝是一样的 又菜又爱玩 下个臭宝说 这个柏树在路边挖的没根了 你这也太可爱了 臭宝 这样你从路边挖的 别从路边挖的 高于一百年的全部是犯法的 你动不动挖的那种 二级保护植物怎么办 我就少了一个臭宝 关注我了吗 不要乱挖 都活不了 当团伙吧 以后也不要挖了 下个臭宝说 桂花买哪个肥料 这个已经嫁合稀叙了快 哪个老师教你这样事的 连盆都不换 你就这么点小盆 养着 肯定是缺过嘴 汗过竹 该咯的都快咯了 现在有一个办法 就是种到地上 要么呢 就是没办法了 上面我看还有一两个字 叫韩蟹坡 太顽强了 你没买到花啊 你买到花时候 你盆小的时候 换个盆 加点土 这是可以的 盆太小了 那也不行 以前不会花这个东西 大部分地区都可以记载 你会担不住的 好了 别的没啥 有其他人问题 能给视频要溜牙 绝不住 你先点个赞 知道欢迎 想把自己来听